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布龙舟之后会身体健康,全年顺境 作为昔日四大渔村之首 八龙舟活动又以香港仔的历史最为悠久 因为香港仔的龙舟其实都过八年历史了 其实他们主要是带龙为主要的特色文化 因为其实龙对于渔民来说是很神圣的 因为祈求风调雨顺和收获要很丰富的 他们都觉得龙是很神圣 所以他们会喜欢龙舟这个活动 作为香港仔小有名气的龙舟教练 郑文发出身渔民之家 华龙舟的本领传到他手里时已是第三代 如今的他不仅自己参与龙舟赛事 还利用空闲时间为有兴趣的民众 传授龙舟相关的知识和技巧 我本身都是渔民出身 我三代都是爬龙舟的 所以到我这一代都是连不开过海 都是想将这个有值得传承的文化去继续传承下去 其实我小时候接触龙舟都是由我爸爸去大陆来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气氛和习俗 气氛都很适合自己 想继续玩下去 玩着玩着正式做了蛙手 再想增进这方面的知识 考上教练 去继续将这方面推广给大家 他们其实都很喜欢这个课程 因为他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龙舟文化 历史和一些很有趣的知识 都在这个课程里面学到的 郑文化介绍 传统龙舟比赛在香港已有150多年历史 传承至今已由昔日的传统庆典仪式 转变为深受普罗大众喜爱的水上运动 每年平均吸引近百只队伍参赛 已成为香港一年一度的文体盛世 香港常见来说有大中小龙的分别 小龙有12个 中龙有24个 大龙有48个 龙舟上的人有鼓手 最初那个 后面全部都挖手 最后有一个站在这里 做驼手控制方向 其实现在龙舟都很科学化 讲求力量、体能 讲到掌的入水角度 以及动作的技巧都很需求 其实龙舟这个文化 都是意志和力量的需求 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说 都像是一些坚艺不屈的精神 不怕辛苦去坚勵地比拼 郑文发说 华龙舟不仅可以训练人的耐力、毅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扬 在他看来 一只小船长的演变迭代中就蕴含了香港载龙舟的历史发展 这只掌是以前三四十年前 是用来做驼的 控制方向的 现在那些会长很多 并重很多 这只掌叶是小很多的 它是以前的人因为讲求水花 所以它要拿得很高支掌 所以是会短一点的 才能拿得起这么高 之后我们发展到 开始掌叶阔一点 因为开始再需求速度 咬水的饭的灭积要大一点 所以现在这些会开始宽一点 速度会快了 去到最后 现在这只纤维酱是用碳纤维做的 因为它做到最轻 可以令到掌频快一点 速度都会再提升上去 随着越来越多人深入了解和发掘这一传统习俗 龙舟的制作工艺也在传承之中创新 因为其实一个龙头的手工是很精细 你看到这么凌龙浮凸的位置 都是人手一刀一刀地刮出来的 好,你见到现在 这个就是现役的大龙的龙头 你见到其实是很灵面的 而这个轮角是用真的轮角来做的 你见到它是砧花挂红 全部都做了 其实这个杂族我们会叫做醒龙 寓意就是叫醒它 你见到我们传统龙舟的龙头的颜色 主要是金色 黑白红色是做主色的 这个衬托就比较传统一点 去突现出龙的传统的 你见到现在这个都是现役的龙舟来的 你见到它的颜色会比较潮一点 呐喊声声 古典阵阵 香港人通过这种方式度过端午 祭祀先祖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更以此表达对美好生活的 无尽向往和不懈追求 未经许风调雨顺 未经许风调 pies